有著享用國際的充分日 台北財運在在將會的月報 在淡水省議山推出活動 他們過去幾個房東部派的優先列車 讓有牽涉的東部派 可以免費在農地 跟主人作回答財運 財運車窮裡面 一次出現很多糕了 在今年出版充分列車後 台北財運今年幾個月 享用國際的充分日 推出充分優先列車 既然有很多人 帶自己的狗仔來坐車 台北財運車 在這裡 坐在花牙坐這列車 和狗仔來玩 狗仔不免費整個人裡面 只要有用手法砍掉 有陪這個狗仔大 就直接打在 主人上課堂 那有睡覺 吹冷氣 可以跟其他的高朋友作回玩 那狗仔列車 跟車窮到車窮中的這個哪吒 每一台 全部優先的列車 都會跟牌的修醫師 全部行為訓練師 跟保存這些工作人員 提供路客必要學生 去年也是有貓出來 那出來的貓大概都是 出現炸毛啊 然後整個很緊張的一個表現 甚至我們還看到它在車廂 直接就想飛起來了 對 所以今年的分開 我覺得是比去年 有更好的一個安全措施 今年推出的四列車十六個班次 那參加的民眾也都不需要報名 那我們每一個站都停靠 我們會持續收集一般民眾 跟這個四組的參加的 這樣子的意見 巴哲說明 全部優先的列車 都是在固定時間以外 加快的列車 會影響到一般性格的產業 如果未來是不是 全部優先的列車 竟然接開 也就是說開放其他全部的旅行 巴哲說明 會收集相關的意見 進行效效的評估 記者總會報道